开始忙碌了起来,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启了好几轮的联牌活动了,据悉,昨晚是春晚的第五次官方联牌,各大明星都先后赶到现场参与联牌,而王俊凯作为官方邀请的明星之一,自然也是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现场活动,不少粉丝们也是在外场应援,希望王俊凯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状态。 期待着王俊凯在春晚上能够大放一彩,由于联牌人数众多,当结束时都已到了深夜,王俊凯累了一天后,也准备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坐公司安排的车返家,但在车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插曲,在场的粉丝们,也几乎被气到发抖。 事情是这样的,因为王俊凯隶属的时代,俊风公司,昨晚安排的工作人员众多,而配车数量似乎远远不达标。 当王俊凯凯凯凯凯有空位的情况 movies 才发现车上已经几乎坐满了工作人员,就剩下几个空位而已。 当时王俊凯站车前,按理来说的话,有空位的情况时,应该安排公司一人上车的。 但是戴俊峰公司的工作人员似乎是相当之大牌,直接多次无视调王俊凯询问的我坐哪啊? 当时,王俊凯助理陪同王俊凯,站在车前反复询问车内的同事坐哪里,但车内的同事却在车里各种嬉闹并催司机快开车快开车,不仅无视调王俊凯助理的话, 也没打算让王俊凯这个公司一人上车。 最后,在经过多次实处后,王俊凯助理也是心灰意冷,接着,王俊凯助理则询问王俊凯,坐自己的车过去吗? 王俊凯本来还犹豫了一下,结果在他犹豫的时候,车内的工作人员又在催工作人员开车啊,开车啊! 这下,王俊凯直接回头,快步跑到了自己的路虎面前,霸气上车走了。 许多网友说,王俊凯真是睁脸,还好自己现在足够强大,不然面对这样的情况,没有自己的车的话,那不是还要打车回家? 另外也有粉丝说,没想到王俊凯的公司,居然这么对待自己家的一人,王俊凯每天光鲜的表面也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啊。 还有不少粉丝表示心疼王俊凯,就是因为他的脾气实在是太好了,所以才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区别对待,粉丝甚至希望王俊凯能在自家工作人员耍大牌,因为一直隐忍下去的王俊凯,已经得不到他们的尊重了。 其实王俊凯公司这也不是第一次被曝光对艺人不好了,去年的时候,王俊凯公司之前给他配的助理就对他相关不尊重,上次在机场现身,粉丝们在一旁绕着王俊凯走路,这时,王俊凯的助理直接一脸严肃的,让王俊凯把袖子捋起来,还说不然别人以为你冷, 粉丝们当时就气炸了,这是助理,这是大业吧。 然而就是这样的助理,马上就回应有不足,不背锅,好似是自己受了委屈,当粉丝们都期待着时代俊凯公司能帮王俊凯出头时,公司却不闻不问,甚至不少粉丝还质疑公司帮那个助理撤热搜,买通稿洗白,实在是令人寒心。 而且早在那时,王俊凯的大部分粉丝,就已经声讨过时代俊凤公司了,希望公司要好好尊重王俊凯,没想到直到今天,仍然会有现在的事情发生,可想而知,王俊凯这几年过得有多么难过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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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